大家好,我是Stan 在今天开始之前,想要先跟大家说一下 在昨天的影片,我为了想要比喻 喜欢带风向什么都乱报道的记者 而引用了在留言中常常看到的 小时候不读书长大就当记者这句话 但是后来想一想 我这样说可能会对真正很努力的记者 以及未来想要成为记者的人 都是非常不尊重的事情 所以想要跟大家说声对不起 以后一定会注意用词的 今天,韩国观光公社制作的名誉宣传大使虚拟人物 因为跟女团Redweb成员艾琳撞脸 而引起了网友们的争议 10月19号,在韩国观光公社国征检查中 一位议员表示 观光公社引进虚拟人物是很好的挑战 但这有着肖像权欺憾 非法购买追踪术等的问题 请问有买肖像权吗? 表示,除了肖像权问题 韩国观光公社的IG账号也非法购买了追踪术 对此,韩国观光公社副社长表示 对于实行非法行为的代理社会更加严格的管理 而对于壮脸艾琳则表示 在企划的时候 分析了MZ时代喜欢的眼睛鼻子嘴 5万多个数据后组合的 当初并没有参考艾琳制作 我们来看一下韩国网友们的反应 不是,直接用艾琳就好了 这是在干嘛? 虽然是很像,但是真人更漂亮 照片是很像,但是影片不是很像 一个一个看的话很像 但是整体看的话不算很像 为什么虚拟人物每次都是制作女生呢? 虽然说是虚拟人物 但是身体是真人 只有将你做成虚拟的话 这算是虚拟人物吗? 根本就是低fake吧 所以制作这种虚拟人物 来代替真正的艺人做代言宣传 大家觉得怎么样呢? 接下来想要给大家介绍一个 非常疯狂的twice粉丝 首先给大家说明一下 澎伯的住宅有份公寓 以及比公寓规模小的拼了 而一般公寓都是由大型建筑公司建设 拼了都是个人或者是房产公司委托建筑公司后建设 而在韩国不管是公寓或者是拼了 都会有这建筑物的名字 而这位twice粉丝 用twice成员的名字盖了第一间拼了 然后接着盖了 然后接着盖了 哇好羡慕 我也想这样追心 哇到底是多有钱呢? 第三栋楼的时候有看过 原来有持续的扩展呢 塔香前楼的楼比较小的部分 为什么这么好笑呢?是反映了现实吗? 很好奇紫玉的时候会不会变大 越往后楼变得越小 看来自己是有点紧张了 KKK 哇我也真的想这样追心 金house Sugarhouse Aremos 还是放弃了 然后今天10月20号 是twice出道7周年的日子 因为是全员续约后迎接的7周年 所以对粉丝们来说 应该会有着特别的意义 总结一下就是twice 现在才是开始 好了今天的影片就到这里 我们下支影片再见 拜拜 好 好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